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技的一期 相信XGP大家都不陌生 那么今天我们在TG上也可以进行使用 我们无需注册,就可以直接进行使用 不论你是工作,是学习 我们都可以快速进行使用 它对网络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如果说你没有TG的话,我们可以来注册一下 那么TG的注册教程,我会放在本期面下方 你们可以自行进行查看 那么这个BOT呢,叫做AiPi XGP助手,当我们进入之后就可以看见 它的一些功能 在下面可以看见GPT4Omini 以及GPT4,以及GPT4O 那么还有一个文字生成图 以及图生图,后面还有一个提示词模板 那么我们都可以根据这个需要 来进行选择,我们使用合适自己的就可以了 那么你们通过了要求码的进入的话 你们可以免费使用100次 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当我们加入之后呢,在这边可以看见 有一个菜单,我们点击一下 这里面有非常多选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模型菜单 那么第一个就是一个GPT4Omini 它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那么适合日常简单的一个任务 然后第二个GPT4 该模型能拥有最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 适合复杂多变的任务 以及那后面的GPT4O 它速度是最快的 那么也是更加能够支持一个中文 逻辑推理也不赖 适合大部分场景 然后下面还有文生图 也就是说我们发送文字描述 来创作一个图像 但这么消耗的token 它也是比较高的 以及后面的一个图生图 我们上传一张图片 来生成一个类似的图片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提示词模板 我们需要使用哪一个的话 我们就点击哪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GP4O mini 我们点击 这边就会切换到GP4O mini 我们这边来测试一下 它们的一个速度究竟怎样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文字 来进行描写 我们想要发送的一个指令 那么或者是点击后面 有一个语音标志 我们长按的话 就可以进行对话 那么这边我们来进行输入 你好GPT 我要去旅游 请给我详细制定一个 去英国伦敦的旅游计划 那么时长为5天 我们来发送 那么这边可以看见 GP4O mini 很快就给我们进行上场 那么它回答我们 好的 这是一个为期5天的 伦敦旅游计划 它给我们做了一个优化 以及给我们列了一个表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大概情况 它的反应速度呢 是非常非常快的 本次消耗了50token 那么接着我们来试GP4 我们选中GP4 那么这边就已经切换到GP4模型 接着我们来进行提问 那么我们这边就来进行文字输入 你好 请帮助我 安排一天的运动健身计划 我们发送给GP4 那么这边GP4已经给我们详细列出了 我们一天的运动健身计划 这边写的是非常非常详细 写了上午干什么 下午干什么 以及怎么吃饭 比如说午餐以及晚餐 都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搭配 那么这边就是GP4 它的一个逻辑推理能力 是更加强大的 那么当然消耗token也是比较高的 那假如说 你想要切换到其他模型 这边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GP4O 我们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行切换 那么或者是 文字生成图 选择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输一个文字 它的一个描述 让GPT来生成一个图片 那么或者是选择图生成图 就是我们上传一张图片 并附上一个描述 它就会根据描述来进行修改 那么上传它有限制 我们不能上传 大于四兆的一个片机图片 那么这两个我就不尝试了 因为它们消耗的token 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最后一个提示词模板 那么这边就是一些模板 比如说商业的 简历的 那么或者是调研报告 周生成器 等等一些钻研文档工具 比如说直上提校 那么以及教育学习 它这里面又分为英语练习 学习计划制定 私人辅导老师 以及那论文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内容创作 这里面呢 都有一些详细的说明 以及商业分析 这里面都有详细分类 还有四位框架 这里面也有 以及新作选学 我们要使用的话 就随便点击一下 比如说这个 那么这边我们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行复制了 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这边就是提示词的模板 接着我们来到 掺着这里 它有一个个人中心充值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token 以及我们当下使用的模型 以及呢可以分享我们链接 邀请新的用户 那么从而来获得一个token 那么使用GP4 mini 以及GP4 O 我们是可以完全使用100次 如果说你不喜欢邀请的话 下面也有充值按钮 那么这边就可以进一个充值了 那么10万token大概是9美金 45万token是30美金 100万token是60美金 这边呢就是一个大概情况 然后菜单这边 还有邀请好友0token 以及呢官方指南和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进入这个可以看见 这边是AirPi官方频道 它这里面都有一个详细介绍 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它的所有功能在这里面 都有进行一个展示 所以说使用起来 是非分方便的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token的计算方式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使用GP4 mini 它的一个token消耗是最小的 所谓的token的计算规则 你们可以自行来查看一下 以及呢官方的其他公告 你们都可以进行查看 那么从我的体验来讲 AirPiXGP助手 还是非分方便不错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TG上面 来进行使用GP4O 或者是GP4O mini 那么它的网络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而且我们无需注册 也是能够进行使用 这一点是非分方便的 有需要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会把这个BOT放在下面下方 好了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说你有本期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点关注 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 这些方面的支持 以及浮流软的分享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